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很难想象这场本来我们一直倒数一百天一直这样倒数倒数倒数谜底终究要揭晓而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大选这场历史性选举它本身有几个意涵第一个大多数的人认为不管是川普还是贺经理当选当选的都是川普主义就是美国走向保护主义提高关税反对贸易自由化同时不 不愿意的参战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只是会给予军事援助美国不再保护任何一个国家像当年它入侵伊拉克或是打波斯湾战争等等 所以美国的新孤立主义会复活 复活成跟当年孤立主义不完全相同但是是比较接近的基本精神 在完全推卫WTO的美国已经死了它就是一个反对自由贸易 所以虽然还是有全球化但是确实一个有关税的不是领关税而是有关税的全球的贸易形态 而美选呢在9月底的时候贺经理一度曾经领先川普7个百分点 现在全国新民调川普略为上扬 贺经理碰到了天花板就我们上海来告诉大家 目前为止它大概平均只缩小到领先大约平均是三个百分点左右 在摇摆州几乎是难分难舍不相上下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各种不同的预测都有 那敢大的预测都是谁当选的那一定要是专家 如果不是专家你把它当成在博你的眼球 那为大家拿出两个很重要的专家 第一个是大概念美国政治史念民调的人都会认识的 American University的教授Lichman Lichman他本身到现在为止他的预测都没有改变 因为他是根据好几个不同的模型 他认为贺经理会小赢 他认为即使拜登没有退选是拜登选都会赢 这是他的看法 另外有个叫库克报告 他也很长时间的来追踪美国总统大选 他说两个人都有机会赢 而如果赢的话只会赢两张选举人团票 所以争论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只有一个共同的共识 共同点就是这场选举不会和平落幕 而选前16天川普的声势是涨起来的 很大的原因是他的经济论述越来越清楚 而贺经理接受专访的时候 每一次专访对他就是一个小灾难 就会不得分或者是扣分 另外彭博社有一个重要的报道 就是中国到底希望是哪个候选人当选 彭博社的观察是中国对任何一个美国候选人都没有感兴趣 因为他们都会对中国课征高关税 这是不会改变的 这都是100%也是民主党 那川普说60%还比他少40% 所以拜登上台根本没有降低对中国的关税 是完全一样所以不感兴趣 但是他们仍然希望的是 比较可以有政策连关性的贺经理 是他们可以针对美国做出他的沙盘退院 而不是不可预测的川普 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川普 在最近看到10月14号 中国全面封锁台湾的情况之下 川普的说法居然是 如果中国封锁或进入台湾的话 他不是说我们美国立刻反馈你 他说他会对中国加征150%到200%的关税 原来他是说60% 他加征150%到200%的关税 那我刚刚特别提到 为什么贺锦丽呢 开始有点下滑 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担任参议院的事件 担任副总统的时期里头 他对很多政策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 虽然他具备很高的政治魅力 也令人喜欢 但是他的令人喜欢 是令不认识他的人喜欢 而不是他的幕僚或者是白宫里头很资深的 或是其他美国智库里头非常出色的学者 他被认为在很多重大的政策里头 几乎没有好好地思考的周延的能力 所以他一接受专访 往往那个访问他的 如果是一个很资深的主持人 看起来像总统 他看起来像是被考试的一个 不知道如何招架的一个小学生 所以他的专访越多 失分就越多 人们说即使他当选的时刻 他很可能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总统 而美国的自由派媒体呢 现在是全力地支持他 很少批评他的原因是 他们一定要川普滚蛋 所以就全力支持贺锦丽 所以大家判断如果贺锦丽 小幅当选 自由派媒体马上在他当选之后 就直当天开始 就会加入福斯电视网 全面的都在批判贺锦丽 所以他很可能只是一个 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而贺锦丽呢 他最大的任务 对所有的人反对这个川普的人来说 他最大的任务 大致是他最大的理由 不是因为我太喜欢贺锦丽了 而是他才可以赶走川普 而他当时选择Tim Watts 他的副手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加分 很多人说他毫不后悔 他当时只因为 Shapiro的光芒超过了他 那因此就免选了宾州的州长 至少那个宾州州长 可以把政策论述好 所以一个政治人物小气 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美国现在呢 他们称为叫early voting 就是提早投票 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 从提前投票看出来 这可能创下美国很高的一个投票率 前所未有的激烈跟踊跃 而且两党都如此 所以支持川普的人 我为我的生活 为我的贫穷而战 所以我一定要出来投票 反对川普的人 我为美国的民主宪政 以及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堕胎权 跟很多其他的议题 我为我的国家 为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尊严而战 所以就出来投票 而两个人最大的差别 是表现在性别方面 前前到处的时候 川普的民调开始升 而且因为他对于经济的完整论述 尤其是关税 国债怎么样解决 经济前景等等 这是他整个民调开始升的主要原因 那我刚刚特别提到两大阵营 一个是捍卫民主 一个是捍卫我自己的生活 我要过日子 我不要过粮食短缺 有三千六百万人是在贫穷陷以下 所以两大阵营根本就毫无交集 双方各自都觉得 我非赢不可 我没有赢 我的国家就晚了 另外一个阵营就说 我非赢不可 我不赢 我自己就完了 所以这场选举的激烈 你可以想象 在未来十六天之后 选战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落幕 然后双方的差距要足够的大 那如果是像库克报告说 只有两张选举人谈票 那这个情况就会变成 很多的选举纠纷会跑出来 所以我刚刚说 大家都没有共识 说谁会赢 唯一的共识就是 这一场选举不会和平落幕 美国总统大选最后倒数时刻 这是两位总统候选人 在彼此选情依然高度焦灼之际 各自得成效自负的选举赌注 贺锦丽踏入了政治立场敌对的福斯新闻棚 进行大选专访 但27分钟内容太半纠结在拜登政府2021年 提出美国公民法 特赦全美千万无证一笔 是否等同美国主动制造境内敌人的言语政变 专访最后留为与主持人的各书各话 事后获得的大量评论无助选行 discovered that the first bill 贺锦丽也在意识到自己因为加州检查总长身份 并非全然拥有足异选票优势后 而姗姗来迟的争取全美非议男性选民支持 北国政府仍将大麻视为一级管制药品全面禁止 贺锦丽在广播电台专访中抛出了新的选举承诺 川普则是宛如来到个人主场 在福斯新闻主办的公共论坛市政厅大会上 使用起奇怪的自我封号向台下乔治亚洲选迷 阐述个人对试管婴儿生育政策的支持 也是为呼应近期说自己一旦当选 开出将由美国联邦政府为全品买单试管婴儿费用的选举支票 目的自然是为了弥补因力挺堕胎禁令 而在妇女选票上自行产生的巨大赤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川普 尽管在声誉议题上摇摆不定 但在接受彭博社主编米可斯维特邀请 站上芝加哥经济论坛这天 他的确展现出自己为何 始终对特定选民拥有着强大吸引力 对我来说最美丰富的词是《tariff》 这是我的最美丰富的词 需要一个公众公众的公众 去帮助它 但我来说最美丰富的词 你会说60%的投资上那样 60%的投资上那样 你会说100%-200%的东西你不太喜欢 你会说10%-20%的投资上那样 这会有一个厉害的影响在整个货币 你会看到有些人 从自己的投资上的投资 总体的影响可能会有厉害的影响 我认为它会有厉害的影响 一个正确的影响 它会有一个正确的影响 不是一个正确的影响 我认为你认为你认为这些投资 这些投资的影响应该是正确的影响 然后有人告诉你你完全正确的影响 它会有一个正确的影响 它会有一个正确的影响 多数评论认为 川普试向特定选民 精准重述了 关税贸易战是一旦迎来总统第二任期 他必定会兑现的选举支票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 罕见做出正面评价 这是川普少有的最好谈话之一 而一场只在问纽约天主教教训募款 因举办时间总在总统大选投票之前 向来邀请美国两党候选人共同出席的年度慈善晚宴 贺锦丽当天在威斯康星州造势以预录影片现身发言 川普接夫人共同出席 靠轰对手不尊重美国政治传统 不值得纽约州天主教选民投下一票 通常是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位候选人 最后一次有机会同台的一场演讲 今年随着两位参赛者选情高度胶着 不但上演了王不见后的稀有场景 更让一方的政治幽默听来不再悦耳 直接换来了大选对手尖锐的批评 川普与贺锦丽 究竟谁会是白宫下一位新主人 是一道直至大选仅剩15天之际 依然无法明确写下答案的单选题 early voting提前投票已经开始 我们来看关键摇摆州的州展 在这个地方由这个地方缩影来看 其他的摇摆州 看看整个美国总统大选 在这里展开提前投票的时候 人数创了纪录 我们刚刚在前面告诉大家 这次的投票率会非常的高 其次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非裔选民 非裔选民大家认为他一定会投赫锦丽 因为赫锦丽的爸爸是亚马亚家人 他妈妈是印度人 过去欧巴马是几乎压倒性的 拿走了非裔选民的选票 几乎高达90% 而非裔选民在州达雅虽然占了三分之一 但这群人不见得偏向赫锦丽 三分之一里头的很多非裔的男性 觉得他们为了他们个人的生活状况 他们要投给川普 他们不喜欢赫锦丽 所以大家说这一次族裔肤色种族 在白人选民里头可能是个议题 但是最重要的议题还是性别议题 而欧巴马对非裔男性的选民训话 说你们不支持赫锦丽 因为他是个女的 据说在这个地方 拉票导致了一个反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在州达雅这个地方提前投票的状况 他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所以 天还没亮 乔治亚州投票所外大排长龙 开往投票所的车阵绵延不断 全是为了要在提前投票开始的第一天 头下将决定美国未来的神圣一票 乔治亚州15号开始投票的第一天 有超过31万人完成投票 创下22年来的最高纪录 连续两天的投票人数都创下纪录 投票率几乎是上街大选的10% 乔治亚州提早投票率之所以备受关注 是因为这里是左右总统大选结果的 关键摇摆州之一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上届大选以一万三千票的些微差距 输掉了乔治亚州 还因为涉嫌推翻乔州选举结果 而吃上官司 这一次川普一反常态 不再批评提早投票助长选举舞弊 反而鼓励支持者快去投票 在乔治亚州提早投票开始前 挺川普的共和党人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可在选举过程出现疑律时 拒绝验证选举结果 州选委会还宣布要采取人工计票 这些要求都被法官阻止 避免因为开票过程延误 而导致更混乱的后果 川普阵营之所以动作频频 是因为乔治亚州拥有16张选举人票 在七大摇摆州之中仅次于滨州 对两大党的候选人来说 都是必须拿下的决胜点 現在就說我們給她的州州,對嗎? 那會給她292. 這會給她一個大小 margin 因為她會贏在 Pennsylvania 而且她會繼續得到273選票 如果我們給她那些她 她會贏在 Michigan 再說她會贏在西方 她會贏在西方 她會贏在 Wisconsin 而且她還會再貏 270選票 所以她的問題是這個 Georgia是這麼大 CNN民調顯示 川普跟賀錦麗在喬治亞州的支持率 幾乎不分上下 而這裡有一個重要關鍵族群 喬治亞州有三分之一人口是非裔 是七大搖擺州之中 擁有最多非裔選民的一州 紐約時報最新民調顯示 非裔選民對賀錦麗的支持度是78% 明顯不如拜登在2020年獲得的90% 其中非裔男性的支持率流失最多 高達兩成受訪者說會票投川普 在選情如此膠著的情況下 即便只流失一點點基本盤 都可能讓結果翻盤 所以賀錦麗最近積極向非裔男性 請宣傳政治牛肉並點醒他們 誰才是最了解非裔選民需求的人 而美國第一位非裔總統歐巴馬 則是對於不請賀錦麗的非裔男性訓話 我會覺得,當我講到男人直接說 部分部分我會覺得 你只是不感受到 這意見的女人在選擇 你會出現其他方法和其他方法 你會想到坐下 或甚至支持誰 誰有一個歷史 欧巴马这番话引起不少人反感 批评他就像是长时间不在家的黑人老爹 突然回家教训孩子 也有人骂他不知民间疾苦 抗着沉重夹击的非裔男性 只想要荷包的负担小一点 而不是被民主党当成理所当然的取票机 有分析认为非裔男性不满物价高涨 也担心非法移民大量闯关问题 还有部分人士难以接受民主党支持的性别认同和堕胎权政策 宁愿把票投给有时候会脱口说出种族歧视言论的川普 I think that there's been some concern that there's this expectation that Black men have to support Democrats and if not they're somehow in the wrong and I think to the degree that that is the message I think that that rubs some people the wrong way believing that just because one is a black person that they ought to support a Democrat 民主党阵营要担心的不仅是流失非裔选票 参众两院改选和总统大选同时举行 目前掌控参议院51席的民主党选得战战兢兢 只要丢掉两席就会失去主导地位 Where would they get another one? Let's look at seven other competitive Senate seats that are in play These are Democrats seats right now All of these are competitive races Some more than others But these are places where Democrats are on defense And where Republicans think they do have pick-up opportunities Bottom line, Republicans do have a lot of paths to taking over the Senate Democrats have to be nearly perfect to keep it 共和党最可能拿下的除了蒙大拿州 还有位于铁锈带的俄亥俄州跟七大摇摆州之一的密西根州 民调显示 密西根州两党候选人目前支持度不分宣制 有分析认为 如果共和党赢得密西根州参议员席次 也能靠着这里的胜利把川普送入白宫 所以共和党追加上千万美元经费在密西根州全力冲刺 至于众议院改选 共和党的竞选经费不如民主党 反而处于劣势 或许会输掉众院多数党的地位 换句话说 不管最后是谁当选总统 都很难有同政党掌握参众两院的优势 国会山庄与白宫之间的对立斗争 仍会持续上演 我们来看最新的民意调查 来看全国新的民调的部分 几个不同的机构 在Tip Insights里头 贺锦丽赢了川普四个百分点 在Beacon Research里头 贺锦丽输了川普两个百分点 在Morning Consult里头 贺锦丽赢了川普四个百分点 在U-Governor跟The Economist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贺锦丽上个礼拜赢三个百分点 这个礼拜赢四个百分点 而在另外一个叫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里头 贺锦丽只赢一个百分点 而在Markwood University Law School里头 贺锦丽赢了三个百分点 所以平均大概都是三个百分点 我们来看Ipsos跟Reuters也是 从10月4号到7号是赢三个百分点 从10月11号到13号 也是赢三个百分点 而如果从Ipsos跟Reuters 民调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比较 在这两份民调 都是同一家机构里头所做的 民主党的登记选民里头 一定会去投票的人 如果比起10月13号到10月27号的话 贺锦丽的支持在下滑 从86%下滑到74% 而共和党呢 川普是从81% 只下滑了两个百分点 是79% 这是为什么川普后面 开始上扬的很大的原因 另外在摇摆州的民调 本周令人吃惊的是有四个州 这四个州都是很大的选举人谈票 Georgia有16张 Michigan有15张 Michigan过去民主党一直州长 而且贺锦丽一直都是比较赢的 结果现在跟川普都是平手 内华达是6张选举人谈票 也平手 Pansylvania这个19张 大家说决战在滑州 两个人也是平手 而川普在两个州里头 摇摆州里头是赢的 一个是Arizona州 他有11张选举人谈票 48%对46% 另外在北卡也是16张选举人谈票 是48%对46% 贺锦丽只有在威斯康辛这一周 赢了川普一个百分点 48%对47% 所以大家才会说 摇摆州几乎是完全平手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 华尔街日报所做的 七个摇摆州的民调里头 川普谁能处理以下问题 我们就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 认为川普可以处理经济问题的 占50% 通膨的也是占50% 然后移民跟边境安全占52% 所以我们从前面两个经济加通货膨胀 川普的优势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拜登一定要截止以色列 不可以打伊朗的石油设施 而很多人说 没联社也特别报道 说以色列虽然答应了拜登 可是以色列常常出尔反尔 而重视住房负担能力的 跟医疗方面的是贺锦丽比较优先 但是优先也没有优先多少 大概3%左右 在医疗的部分很令人吃惊的是 民主党是支持欧巴马care的 而共产党是反对的 就在这个议题里头 贺锦丽只引先了8个百分点 而关心像您一样的人 就是他对你是很有同理心的 贺锦丽赢了6个百分点 在华尔街日报所做的七个摇摆州的民调里头 川赫各自的政党支持度 共和党人支持川普93% 民主党人支持贺锦丽也是93% 独立选民支持川普是39% 独立选民支持贺锦丽是40% 所以我们才说什么东西几乎都是平手 而里头性别是关键 在2020年的时候 川普在男性支持度里头赢了拜登5个百分点 拜登在女性支持度赢了川普12个百分点 最后是拜登当选 而在2024年我们看8月下旬来看的时候 当时的川普其实是属于劣势的状况 但是他在男性选民以后赢了10个百分点 贺锦丽赢了13个百分点 所以贺锦丽如果这次入主白宫 是女性选民把他送入了白宫 我们先记得广告 总结各种民调得出了一个答案 就是谁能赢得的是误差范围内的1% 2% 3% 谁就会赢得这场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他当然是一个完全平手的一场选举 那赢的票数会非常的少 最后的选举人谈票可能差别也并不是那么大 因此这场选举能不能和平落幕 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焦点 但是我们仍然来看各个权威的一些相关的预测 首先呢他的动能 贺锦丽的动能已经停了 很大的原因是他再也提不出来 任何重大的政策 那他本身呢在外交政策里头 他并没有特别的能力 那他要跟拜登切割也不对 跟拜登黏在一起对他也不好 那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太好的一个整体外交的一个看法 而在经济议题里头 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 川普仍然是领先的 这是库克报告的主持人 为什么认为 川普最后会赢得那个误差范围里头的选票 在很多摇摆州里头 因为大多数的选民仍然会回归 他们认为在川普任期里头 对自己更有利 他所提出来很多政策 才能够挽救美国的经济 但是成功的九度预测美国大选的学者 就是过去四十年来 最有一次不对 那一次不对也不算他不对 因为那是Al Gore跟小布希那场选举 那成功预测的Littmann教授 根据他早就创造的一个 十三项指标的模型 从1981年研发出来的 我刚刚在前面有告诉各位 只要在美国念了政治学 尤其念美国政治学 念了民调的相关政治学的人 都会知道这位 American University的教授 Alain Littmann 他现在为止仍然判断 赫吉利还是会赢得这场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选前三周 NBC新闻在10月4号到8号间的最新民调 显示贺锦丽和川普支持率旗鼓相当 投票日逼近之际 贺锦丽经历民主党全代会 以及与川普的辩论后 前阵子他散发的威逼器言 似乎9月底就触顶了 根据全美三大电视网的民调 在选民最关切的其中一项议题 经济上川普依然占优势 库克政治报告的政治分析家艾美华特表示 贺锦丽把全部精神集中在说服选民 不应再度把川普送入白宫 但至少NBC的民调显示 许多选民认为川普的政策对他们有益 而拜登的政策则并未帮到他们 近日贺锦丽阵营 庆出前总统欧巴马与柯林顿 至关键战场州协助拉票 民调显示 赫川两人的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内 可以说 谁能赢得这个误差范围 就可以拿下白宫入场券 贺锦丽庆出欧巴马与柯林顿 主要点在于男性选民 尤其是黑人男性 库克政治报告的艾美华特指出 相较于拜登拥有有色人种的支持 贺锦丽的优势在于 许多支持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 这部分她的表现 可能比历来民主党籍候选人都来得好 Politico指出 说来讽刺 堕胎权已成为本次选举中 30岁以下年轻女性最重视的议题之一 但决定这场选战最后忧胜者的 却可能是年轻男性 随着贺锦丽选情 似乎遇到高原期 部分民主党人开始惊慌失措 不过 最近成为媒体宠儿的 美利坚大学历史学家丽奇曼 仍旧维持原先的预测 看好贺锦丽将入主白宫 即使自从她在7月 率先喊出贺锦丽胜算大之后 美国发生了不少政治与经济事件 包括川普两度显些遇刺 在第一次暗杀事件后 川普的支持度极度窜高 但利奇曼表示 这并未改变有关挑战者 美利的指标 It did not To turn the charisma key you can't just have a sympathy you have to be one of those once in a generation truly inspirational across the board cross-partisanship transformational candidates Trump is a great showman he has a strong following but he doesn't fit the criteria of the key because he only appeals to a narrow base 利奇曼对自己在1981年 与地球物理学家朋友 波拉克研发出的预测系统 极有信心 2016年 当多数人预测希拉蕊 将击败川普时 他却一支独秀 预测川普将胜选 依据这套模型 从1984年以来 十届美国总统大选中 他成功预测了九届 从不参考民调 或政治评论专家 Now there's a poll every couple of hours and the media fixates on these constantly fluctuating polls which are almost entirely noise anyway because the error margin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so-called plus and minus 3 percent that they tell you that's pure statistical error add on to that the fact that people don't respond to pollsters they may lie they may not have focused on the election 利奇曼的预测模型 告诉他 在13项指标中 赫锦丽至少得到 这张图表中 8个以绿灯显示的 肯定指标 因此他依旧坚持 赫锦丽将顺利入主白宫 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 文庆的事业周报 曾经告诉大家 在FEMA 美国的救灾总署里头 现在还有人 持肩要威胁 这个救灾总署的人 所以这场选举 已经封掉了 而现在为止 在美国已经出现了 165起诉讼 这诉讼都是跟 总统大选有关系的 比如说就告他们的州 告他们的检察官 都是跟整个选举诉讼 有关系的 所以选前的分乱 就预示着 11月投票后 可能会出现 法律风暴 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上百诉讼 影响美选 预告选后的 美选风暴 我们先记得广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自2023年开始 拜登呢 9月份的时候 2023年9月拜登下令 政府下令 凡是非洲 中东这几个国家 他们怀疑 中国绕道这几个国家 取得了高端的晶片 所以像NVIDIA 像Supermicro 还有XOE 很多半导体公司 他们如果 要对40多个美国 列出来的 这几个是中东跟非洲的国家 要出口高端晶片的话 要先取得 美国商务部的许可 而就在这次大选之前 拜登现在虽然还没下台 也没有竞选 他又出台了一个政策 这出台的政策 就是完全禁止 对于彭博社 知情的消息的人说 他们已经具体的讨论 将完全限制 NVIDIA跟XOE等AI晶片 出口到重点 就是波斯湾国家 他们一直怀疑 中国可以取得高端晶片 是来自于波斯湾的这些国家 而这里头 第一个受到重击的 是OSMO OSMO是荷兰半导体 业要发展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 用光科技切入 美国施压荷兰政府 荷兰政府施压OSMO 最终的结果 因此在过去 大家都知道说 它的订单一定会大幅下跌 但是最新的消息的 却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出 可以跟OSMO竞争的光科技 可以匹配它的时刻 OSMO自己的股价 却崩盘了 中东地区 无疑是美国之外 放出世界最积极发展 AI国家队的一方之霸 9月中旬 豪值400亿美金 成立投资基金 挥聚AI领域的 沙乌里阿拉伯 便在自身主办的 世界人工智慧AI峰会 Game Summit上 宣告于美国AI晶片 新创公司Groke 合作建设该国最大规模 退离数据中心 到现在 沙兰阿拉伯 没有能够到 那些超能力的NVIDIA机器 你期待能够到 那些高效率的NVIDIA机器 能够到NVIDIA 会发生到这一年 接下来 更快吗 我认为是在接下来 峰会期间 甚至爆来加音 拜登政府自去年开始 为防堵中国绕道 取得高端晶片 限制挥达超肥 等美国半导体公司 不得向中东 亚洲 非洲等40多国 出口高端晶片 除非先取得 美国商务部许可 才能松绑的禁令 传出白贡考虑完全取消 禁令一旦解除 中东地区将可正式化出 与辉达进行产品合作的第一步 数料一个月后 恰逢美国2024总统大选前的 关键倒数时刻 白宫态度转变 10月15号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 报导拜登政府官员 其实已具体讨论出 将根据国家别 来限制挥达超肥等 AI晶片的出口名单 且重点摆在对AI资料中心 需求越来越强烈 财力雄厚的国玩国家 回答禁令 中东空解除无望的消息一出 总部设与阿布达比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政府重点培育的AI企业 G42集团执行长肖鹏便在杜瓣一场AI峰会上直接了大回应 他说自己没有读心术 但可以理解美国对敏感技术输出处处设限 是种立即危险的人之长情 1.5 billion dollars 事实上G42集团就是受美中科技争霸战波及的当事者之一 集团草创初期发展AI模型的技术与硬体 本来多半来自中国 供应商之一甚至包括白宫近年头号大抵华为 受到美国政府强烈关注后 执行长肖鹏选择与中国分道扬镳 改与微软合作 这项在今年4月的跨国交易案 纽约时报形容 是由拜登政府进行策划 目的是与北京争夺 拨弯地区AI技术影响力的一次策略性交易 Microsoft gets a minority stake in G42 Its vice chair gets a seat on the G42 board Plus Microsoft will potentially have access to huge Emirati wealth But here's the catch This deal benefi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ore than it does Microsoft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deal G42 will accede to a security arrangement which has been negotiat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What does it say? There will be protections on the AI products shared with G42 And the AI firm will completely strip Chinese gear out of its operations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有管制半导体出口清单 全力围堵中国取得关键技术及设备不是新鲜事 但在一味围堵之后 会不会反倒限缩了全球晶片市场业务 河南光科技制造商ASMOM 第三季财报意外提前外泄 造成美股15号重挫就是警寻之一 ASMOM尽管今年第三季营收74.67亿欧元 优于预期 但在手订单却大幅下滑至26亿欧元 远低于市场原先预期的54亿欧元 数字大交市场冷水下挂牌荷兰一度跌到暂停交易的ASMOM股价崩跌16% 闪崩式的订单数据 主要受到美国监管限制扩大及部分客户突然砍单所致 在保护主义与开放市场哪个对经济有利的辩论之中 保护主义扎看下似乎理所当然保护了自己的产业 同时避免对手崛起 但经济理论的长期研究发现 它会使原本的产业失去更大市场 在欠缺竞争下导致技术停滞 而被惩罚封锁或是制裁的经济体 尽管短期内遭到打击 一旦全力发展因而突破 原本的制裁意义马上丧失 制裁只是减缓对手短期的成长 但长期反而变相让对方 不得不发展自己本来不准备从事的生产项目 ASMON就是最好例子 在美国压力下 荷兰政府禁止ASMON不得销售中国大陆 市场预期ASMON会受伤 更没想到 当中国尚未发展出 可取代同等技术的光刻机时 ASMON已经亮起红灯 时间不过两年 本回到楼下 虽然好几家美国公司 特别是银行类股的公司 交出漂亮的企业财宝 还有小核电等等 但是阶级没有总统大选 所以投资者还是很小心 我们来看周围的一个股市 涨幅0.09% 0.63% 0.4% 在这么不确定的总统大选里头 这样的涨幅已经表示市场 其实对于整个企业的表现 可以脱离政治有很大的信心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道琼还有标普都创下了新高 一整周下来分别上涨0.9% 6%0.8%跟0.85% 而在避险的情绪里头 虽然预期美元联主会会继续的降息 仍然让美元上涨0.56% 黄金破了一盎司2700元 也就是整个避险情绪太高了 黄金期货来到了2730的价格 本周上涨了2.01% 石油的价格在以色列承诺 不会攻打伊朗的石油设施的情况里头 纽约原油价格终于破了一桶70块钱 69.22% 跌幅8.39% 布兰特原油跌幅7.57% 天然气跌幅1.39% 欧运的部分欧洲央行本周宣布降息贬值了0.64% 日元贬值了0.27% 韩环贬值了1.35% 新台币升值了0.36% 人民币贬值了0.5% 接着我们来看AI概念股价 NVIDIA本周继续交出漂亮的相关的报告 所以大涨了2.37% AMD大跌了7.1% Supermicro下跌了1.13% 超微 然后我们来看微软 微软是上涨了0.44% AlphaGoogle上涨了0.32% Intel半导体的部分 Intel下跌了3.35% 而台阶交出漂亮的财报 台阶大涨了5.23% 三星电子下跌了1.36% Osmo大跌了13.97% 我们刚前面的报道 Osmo几乎是跌停崩盘的状况 而电动汽车的部分 Tesla本周上涨了1.33% 中概股的比亚迪在美国发行的ADR 跌幅3.84% 美国的科技其他的股价 Amazon上涨了0.09% Apple因为iPhone16 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高于原来的预期 涨幅3.27% Netflix涨幅9% 5.69% 然后另外高盛集团跟金融有关的 涨幅2.36% 而Morgan Stanley小萌更是大涨了9.6% 所以金融股是涨最多的 而巴菲特的Burkshire Hathaway涨幅1% 波音涨幅2.64% 虽然还在罢工当中 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就识的结果 上升指数本周上涨了1.36% 主要涨幅都是出现在礼拜五 生成指数上涨了2.95% 香港恒生主席跌幅2.11% 香港恒生科技跌幅2.86% 而中国主要的几个企业的股价 宁德时代在本周上涨了3.35% 主要都是涨幅在礼拜五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它涨幅7%多 中芯国际大涨了18.63% 脑洞科技继续涨幅38.98% 之前涨幅100%多 阿里巴巴下跌了5.01% 腾讯控股下跌了1.82% 百度下跌了7.62% 美团消费型的股市都会下跌4.28% 而万科是房地产股票下跌了5.47% 也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 待会回到文贤的世界财经周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